蝦虫防治的关键时期呢 就是静止之后半个月 至一个月 没有掉热之前 这个时候呢 蝦虫刚刚浸染 没有新的根头 用了蝦虫药之后呢 它不会拉肝的 第二个是呢 这个时候它没有繁殖 没有产生卵 蝦虫非常好治 蝦虫卵非常难治 第二个是呢 没有掉热之前呢 这个时候呢 产生新根能力比较强 你照使用了蝦虫药 对肝系一定有损伤 同时呢 拉肝的呢 这都造成肝的伤害 这个时候呢 根系的愈合 蝦虫新根能力非常强 如果掉热之后呢 进入开发期 加管期了啊 升给很难了 已经错过了 蝦虫的最佳防治期